但是我想说回头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欲望 它其实不只是日本的一个现象 欧洲也越来越明显 在我在丹麦的时候 就看到街上的车 有些人开奔驰 它那个奔驰跟别的地方的奔驰 或者一些名牌车 反正有名牌车 不管什么牌子也好 它前头那个车顶的那个车头盖上 不是都有个标吗 那个标有的是立起来的吗 不是特别酷吗 就你觉得一撞 那个都是就把你撞死的那种标 它很多把那个给拆了 我就一开始是以为 他们撞得太猛 老把那个标给撞了 后来我发现 他们是故意把它拔了 就买了一个好车 名牌车回来 把那个标拔了 他觉得太炫耀了 他觉得太炫耀 他觉得太张扬 那变成一个习惯 就你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买这个车干嘛 他说我买这个车 不是为了让人看 我这个车是名牌 所以我觉得开起来挺好 可是假如那个车 普遍的话 应该不存在这种心理 说起到奔驰 我每次去德国 去欧洲我心里特不平衡 开租车都是嘛 对啊 我们在香港 传了一笔钱买 在欧洲 出租车都是 别说德国 我刚来到我们大深圳 我在我们的现影棚门口 看到一辆车跟我太太 奔驰 然后旁边写着一个牌 挂着一个牌 写着买菜用 我们说 对啊 我说你看深圳都有钱 买菜用 你出去看看 我不晓得 为什么哪个大户人家 几辆车 指明叫买菜用而已 那不是买菜用什么 我见过一个过去 90年代的日本的一个潮流教主 就是那种达人 专教人买衣服 买什么牌子好的人 现在变成什么状态 他写书出来说他的生活 他只剩下七件衬衫 一个礼拜 一天穿一件 然后穿了四五年了 然后跟着整个家 他过去给人拍他的家 因为他潮流较肿 满家都是东西 然后也是美轮美奂 很有品味 现在他公开他家的照片 家图四壁 就真的像无印良品那种了 就是整个家是白的 白墙白桌子 那现在他们追求这个 这个变成潮流 那于是很多人就说 日本这个社会 之所以近几年 一直在提倡说 要套内需带动经济 一直带动不起来 一直有问题 你觉得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吗 当然一定程度上 有一点关系 但是总体来说 我倒是觉得日本社会 总体上是太单调了 它整个文化过于保守 对于个人的 个人主义的追求 这个境界还不到位的 因为其实你说美国 从收入水平 其他的物质供给方方面面 也完全可以让他们变成所谓的低于社会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社会 真的有那么多的人 没有干净 然后那个欲望那么低 不是这样子 关键在于就是说 它整个社会鼓励的 是你每一个人 你就是你 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你个人的权利 有你个人的那个追求 不要去什么都跟风 你实际上你要太跟风的话 别人会觉得 你这个人 没有你的 没有你存在的价值 但是呢 我前两天呢 看了一篇文章 这人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 我觉得我看了他的 我才明白到 日本不是一直这样的 是不是有点繁华落尽 归于平淡 就是因为他讲 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 留学去日本的 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 就是那个垃圾啊 就所有人家门前那个垃圾啊 都是八成新的冰箱 那就是八成新的冰箱 就被扔掉了 然后他说 到别人家里做客 那个东西多到啊 他说你坐在榻榻米上 都要担心怕碰到了他家里的 什么录音机 摄像机 电视机 什么机 全是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他说 但是呢 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年 他是觉得日本现在这样也挺好 他说你看 我现在再去日本呢 我突然发现街上变得非常减速了 也没有说什么到处丢弃的这种 半成新的电视机啊 冰箱啊 甚至垃圾桶都变少了 就像说的 这儿倡导的是无印良品 就说最简单的 没有颜色的 没有花样的 这个他形成了一种美学 就整个社会觉得 不要买多余的东西 他就觉得这样 其实他倒觉得挺好 但是您说陈教授 这要从你们经济学家的角度上来看 这样的社会 这个经济算没活力呢 有活力呢 还是人民生活幸福吗 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社会有活力 也是只要他们自己幸福就可以 其实 尤其是我知道 在中国的经济学家 普遍的追求的是 GDP快速的增长 总要在增长 要10% 8% 至少要7% 其实我是觉得 当然因为中国原来是 那么久 那么多世纪啊 温饱都没解决 物质总是短缺的 所以我们总是想 要做更多 要有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钱 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装的满满的 其实这个到最后 当收入和物质供击啊 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还是每个人 个人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 按照中国的习惯来看的话 好像你没有增长 像日本这样的社会 不只是第一欲望 而是非常的消沉 没有出息了 然后欧洲也是这样子 你看看欧洲的 西欧的GDP增长速度 一个两个百分点 那算什么 其实我想一想 不叫增长 对啊 按照中国的标准 是不叫增长了 所以很多的国内的 这个经济学家 就总说 你们英国 你们法国人 德国人啊 怎么那么没有追求 没有欲望嘛 其实我是觉得 他们生活的很好 已经这么好了以后 那那非得要工作的那么勤奋 总是每天啊 像那个火炉 火桶一样的 烧得很旺 就烧得很旺 最大马力 到最后的话 可能把自己的寿命啊 都弄得很多 所以我就是看到 比如说像香港 可能也是很多的 特别内地人 觉得香港现在啊 这么消沉 什么增长也比较难了 然后这个也贵 那个也贵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 那个收入啊 那个增长前景 但是像香港的人均寿命啊 现在是世界最高的 对 你说香港 那一点不好 香港人怎么这么能活呢 我就为香港人 必须在这里 那个发表意见 香港呢 当然是个人感觉 我们没做调查 生命那么高 是因为那个 维持生命的技术太好了 对不对 你死不了啊 基本上让你死不了啊 基本上公立医院 你大概OK 可以维持你的生命 那还是经济学家 来提振一下香港 您又怎么解释 您比如说 如果说啊 这样一种生活 也不错的话 但是过去咱们讲 百业萧条 是不是个不幸的事 你比如说 我在台湾 就看到旅游业的人 就不干了 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就是经济不行了 失业率也高了 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 这经济没活力 包括你看日本社会 他们说这个所谓 安倍经济学 提出都好几年了 似乎也没有见到 难道 有好转一点 所以我说 您这不像经济学家 难道说经济学家 不是觉得往上 往上 要牛吗 难道要熊市才好吗 对对 我说的是可以往上 但是呢 这个靠什么往上 这个内容 要发 结构 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中国人 原来因为 那个物质 短缺啊 是一个常态 所以总是要 那个百业要兴旺呢 因为你要不兴旺呢 物质本来就少 那那个不兴旺呢 不是更加没有 人怎么活是吧 但是到后来 到了二十世纪 像现在 每年那个中国 不要说 线下的 线上的 那个新的小说 几十万 可能几百万 几千万 而且类别也非常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不仅仅我们那个GDP 比原来大多了 但是实际上 就文化消费的这个组合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是吧 原来的话是 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的 是啊 和文化节目的消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应该要把 这个欲望的这个定义的范围 要拓展很多 否则的话 因为毕竟我们要 记住一个基本的 这个基于生理 生物的这个现实 我们每天就三顿饭 你吸收的 这个吃东西 不要超过三千卡罗里的热量 超过三千卡罗里 你就会长胖的 那这个你就是这么 瘦下来的 三千卡罗里的热量的上限 一天三顿饭 比如说李嘉诚 他是曾经是华人首富 现在马化屯是华人首富 你说他有两三千万 两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 你说他一天吃多少顿饭 也是三顿饭 但是我想说回头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欲望 它其实不只是日本的一个现象 欧洲也越来越明显 在我在丹麦的时候 就看到街上的车 有些人开奔驰 他那个奔驰跟别的地方的奔驰 或者一些名牌车 反正有名牌车 不管什么牌子也好 他前头那个车顶的 那个车头盖上 不都有个标吗 那个标有的是立起来的吗 不是特别酷吗 就你觉得一撞 那个都是就把你撞死的那种标 他很多把那个给拆了 我就一开始是以为他们撞得太猛 老把那个那个标给撞了 后来我发现 他们是故意把它拔了 就买了一个好车 名牌车回来 把那个标拔了 他觉得太炫耀了 他觉得太炫耀 他觉得太张扬 那变成一个习惯 就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买这个车干嘛 他说我买这个车 不是为了让人看我这个车是名牌 所以我觉得是开起来挺好 可是假如那个车 普遍的话 应该不存在这种心理 说起到奔驰我每次去德国 去欧洲我心里特不平衡 开出租车都是嘛 对啊 我们在香港 船上一笔钱买 在欧洲出租车都是 别说德国 我刚来到我们大深圳 我在我们的现影棚门口 看到一辆车跟我太太 奔驰 然后旁边写着一个牌 挂着一个牌 写着买菜用 我们说 我说你看深圳都有钱 买菜用 你出去看看 我不晓得 为什么哪个大户人家几辆车 指名叫买菜用而已 那不是买菜用什么 所以他们那种低欲望 或者叫节制欲望 现在而且还得到一种 很深的一种伦理证据的支持 伦理论证的支持 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 消费过度 是一个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的 比如说现在我听到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批评 第一那先不用讲环境问题 比如说垃圾过多 那么这是一个环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常常被消费过度 或者过度买了太多的东西 也是一些被廉价的东西 所以现在你知道很多人 比如说以前大家现在都会流行买那种 叫快散时装 就是快时装 或者说是那种很廉价的 不断的每个月出新款的那种牌子 现在被很多人唾弃 是因为认为它很便宜 但是那个便宜背后的环境代价 跟社会成本太高 那所以他们要抵制这个东西 他们认为买得越少 这个人活得越健康 而且越道德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讲法 包括在美国都很流行 那这些讲法都在鼓吹 大家要压抑这种消费的动力 那这个东西 OK我们刚才说到 的确经济呢发展到一定程度 大家生活满足了 幸福了 是不一定要追求GDP成长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中国有一天 大家也都觉得 啊这样生活就很好了 就不想买东西了 真的觉得买东西没必要 那这个东西 经济学上面会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呢 呃 原来有一个叫罗马俱乐部 就像那一个智库一样 是 呃 他们出了很多书 啊 其中有一本呢 就是 呃 增长的极限 是 呃 当时他们就觉得 啊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啊 一天就三顿饭 是吧 就要穿那么多衣服 嗯 一个人 不管你多少套房子 是吧 但是每时每刻 你只能用其中的一套 只能睡一张床 所以到最后的话 这个增长我们看不出来 到底会来自于哪里啊 因为衣服也够了 房子也够了 吃的也够了 那 那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我们带来增长呢 当然到目前为止 呃 这个预言都不对 呃 当时的这个预言是不对的 呃 我觉得他们可能忽视掉了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就人的那个消费 和欲望的追求的内容啊 嗯 不断的在变化 呃 所以像那个 他们 罗马俱乐部写了一颗书的时候 没有迪士尼世界的 呃 那个虚拟的 那个坐过山车的 嗯 呃 还有那么多的 这个虚拟的人造的 这个这个世界啊 经历啊 等等 嗯 这些让我看到 就是确确实实 只要有不断的 有新的创新的出现 嗯 让我们像现在 我们都花那么多时间 用微信啊 嗯 上网啊 然后 呃 还有网上的那么多的游戏机 等等啊 这些都是 这个游戏 花的时间那么多 大家愿意花的钱 呃 也很多 呃 你说这些 有 是不是人必须要的 不是的 哦 没有这些是活不下去的 但是呢 这些东西带来了以后 给所有的人 给人类社会 是带了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影响 我是觉得正面的影响 是唱主角 就是陈老师 因为这个人的一辈子 尽管活的也是90年或者是120年 但是我这120年里面经历过的那个感受 不管是物质上的感受 还是我就喜欢那个游戏啊 这个就是给我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还是蛮有价值 你所说的是不是经济学里面的 1-0-1是说 攻击 契机 创造需求嘛 当你有欲望 你以为我赚10块钱 有10块钱的欲望 当你赚到20块 口袋有20块 对不起 你的欲望不会停在10块钱 对 这个我最有机会了 对 但是这个 我觉得其实还牵涉另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产业创新会带来你的欲望 你要消费的目标也在转移 比如说举个例子 刚才我说的潮流教主 他今天也许活的是家徒四壁 只剩下七件衬衫 但是我注意到他桌面上有一个苹果电脑 那个电脑或者他的iPad或者他手机里面 可能下载了巨量的APP 每一个都要花钱 然后他也许不买衣服了 但他游戏里面的角色 他常常每个星期花几百块美金 在帮他换衣服 对不对 他可能消费的 对啊 而且你讲这个供给侧的 就是最有名的乔布斯 乔布斯受这个日本禅宗的影响 也是家徒四壁 你看他家里就是一个地板 盘腿坐那 但是呢 他搞出这么一个iPhone 这个他创造了多少人的这个需要 多少这个产值 而且别忘了Steve Jobs 那个他坐在家 家徒四壁 他那个房子是弄了多少衣 让他变成最高科技的房子 就像香港的 李嘉诚儿子李泽凯 对啊 海边的别墅 他说什么 那是我是用最简约的风格来规划 最简约的 可是呢 那个好像光是规划那个线路 什么你这样 他所有电动电器全部自动弄起来 什么 花了十二个衣 他用最贵的来做最简单的 但是陈教授您跟这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有接触哈 你看现在不是流行讲什么佛系吗 似乎感觉呢 有这么一些小清新 似乎他们现在喜欢一些个 无可无不可 什么事都不要太过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您对此有感受吗 应该说现在 这个 大家的追求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像我们那些六零后可能更单调的 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向何处走 对 这个 以后中国怎么办 所以我 这个是我们六零后 五零后的这些人 每天在想的 我是想要走出这个境界也蛮难的 尤其是九零后 不想这些问题 但他们追求的个人的这个人生啊 多元化了很多 有的是在我们看来 那么消沉的 另外一些的话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中国向何处走 每天那个一吃饭一聊天 就谈那个中国的那个大话题 高大上 但是这个里面 我们必须要接受一点 就是越来越多的 九零后 甚至零零后啊 等等啊 这个 他们这个追求的价值 真的是多元化了 那么这是一个好现象 反映这个社会 不再像原来 那么水深火热 那么总是处于苦难之中 因为只有在物质和其他的这些问题啊 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 那个多元化 个性化的那个追求啊 才有那些物质基础 这个刚才陈老师讲的这个代际啊 我是挺有共鸣的 就是真的是 就是像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那些人啊 像现在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在一块聊天 我就发现其实也很单调 你说要叫我都看出单调来了 就比如说这个太太们都得互相约法三章 今天这个解放战争以前的事不能提了 天天聊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历史啊 这些个东西 但是呢 你相比之下呢 这个年轻人在旁边听了 就完全无感 他另一个世界 你看那天啊 我看一个台湾人写这个文章 他挺有意思 他就讲啊 小确幸 跟你说的这个丹麦的 北欧的这个 他认为不太一样 他认为这个台湾青年的这个小确幸背后啊 似乎有一种悲情 他不但是一种 就是说我简朴的生活方式 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种自我安慰 比如说你看他打入去 他小确幸 看到一道菜很好吃 拍了之后自拍 他说你看 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嘛 似乎呢 还要发朋友圈 告诉大家 否则是不确立 比一个这个手势 是对我自己这个小幸福的一种自我确认 我确认一下 我我是幸福的 但是是幸福的吗 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背景上 他当然是幸福啊 他未必 未必是幸福的 我们很难 甚至有可能是无奈的 甚至有可能是这个 没有办法的 等等 我是觉得说 当然里面有一些 我们说意识形态的假象 你以为你幸福 其实你不幸福 我就想经常每一代 看下一代 也经常难免 我们从这种角度看 我想起我小时候在家里 外面走廊 跟小孩玩 我们那个年代玩倒屋枪 怎么讲呢 要唱斗 打出斗子 砸装 杀 日本鬼子 打来打去 那我爸经过又觉得 我们认为好玩吗 男人大丈夫又打就真的打 我们起义吧 我说起义是什么 反应 你爸从小的时候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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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国殖民地人 起义 你爸这个觉悟 对 在他眼中看来 你这一代 总是觉得在他眼中 太没出息了都不反应 虚无的 可是你每一代 也每一代的幸福感 而且更重要是 那一代 他不仅是玩这个 他有他 其实他力大致的地方 不要小看年轻人 小缺心就好了 不是 就咱们比如说 你讲这种低欲 我对这个 陈教授刚才讲的 就是当年的 我们有一种特有的 如饥似渴的那种感觉 感受很深 你看 比如说 是不是当物质 极大丰富了之后 人没有那种如饥似渴 你像当年 我们这个80年代的时候 我就记得 那就是 就是那种饥渴感 看什么书 看什么叫 18世纪法国哲学 什么的 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尼采 哎呦 拿到一本 就觉得跟金勇武侠小说 一样好看 实际也半懂不懂的 包括这个萨特的什么 但是就是熬夜能够看 我今天就觉得 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个精神上的 如饥似渴 还有一个呢 就是物质上的如饥似渴 就我到今天 我还记得 我平生头一回去美国 哎呦 我就看到这个美式早餐 你知道吗 早 我去了美国十几天啊 到最后 每天早上 我不顾时差 六点就起来 到餐厅等着吃美式早餐 就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大个的面包 我的天呐 就是那么美式早餐 还里边有杏仁有什么 而且那个大可乐呀 这个这么大个 就当时你知道 对于我们这个六零后生长 原来早餐都吃小米粥是吧 对 我第一次见到 我说这个我算是见识 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讲的 他们叫这个 真动物 不是 就像这个物质极大丰富 我那些那个时候 我在纽约第五大大 我逛这个店 我每看到一个店啊 这个面包的香味 我的天呐 这对于我们从小吃香蕉 都吃不上的人来说啊 就那这太就是如鸡四可 那个大肉肠子 哎 这么大的大火腿肠 哎 那种感觉 您说今天的年轻人 他还有这种感觉吗 所以文涛 你讲的很关键的一点 反过来说的话 既然没那么多的人 那么如鸡四可 这是好事 国家之福 说明这个社会 至少在物质上 是供给足够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 第一社会 这是奢侈的 这是这个 已经发展 这个叫什么 富贵病 不是 如果我们又回到以前 回到这个那么多的人 每天都如鸡四可的话 回到那个状态 那才是不幸的 就是我以前 也跟很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起聊天 我说 我到美国以后 八六年到美国以后 很快的给我 最深的一个 一个印象 或者说让我 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件事 每到周末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美国人 这个做父母的 带着小孩 开着车 去海滩 对 日子过得那么潇洒 没有几个人 整天在讨论 这个世界向何处去 美国向何处去 是是是 但我想说的是 所以发达的社会 更应该是 低于我的社会 那么但反过来讲 像这种小确信 我觉得其实还有 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 这个也今天 很多人在批评 包括我认识一些台湾 批评年轻一代 不知长进 很多时候都会有 这种想法 就觉得今天年轻 你如果吃碗拉面 跟这个拉面合照一张 跟这个蛋糕合照一张 跟这个什么的 美好的下午茶 和拍张合照 放上网 你就觉得很幸福的话 这叫没大志 他们很喜欢这么谈 觉得人要利大志 可是问题是 他又牵涉另一个层面 不只是因为 他的欲望降低了 或者他的饥渴感减少 还有一个情况 就他觉得 他利大志没有什么用 哪怕是对我个人 很长远的未来 我都不是很能够 清晰的把握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追求的 就是这一刹那的 确定的幸福 春上春树 这个词是春上春树 先用的 他最初指的 其实这个状态 很多未知的东西 未来 我现在有一些 小小的 确定的幸福 我煮好这个意大利面 我吃得很满足 但是很多很长远的东西 我顾不着 或者太复杂 不在我手中 我觉得 就刚才咱们讲的 你看咱们这个年龄 本身就有这种思维方式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能接受 就陈教授说的这个多元化 实际上你不要讲 我们整天在说多元化 我们的心胸 我们的思维方式 经常不是多元化的 比方说 这个我举个例子 像那个这个王蒙老师 当时他就讲 他说啊 这个有些人有一种思维方式 比方说他说他记得啊 曾经有一个阶段 在共和国历史上 曾经有个阶段 突然提出啊 就说是这个早餐 有人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 早餐呢 提倡要吃牛奶面包 因为最有营养 结果啊 好久还舆论大话 说这怎么能行 我们传统吃小米 都吃豆浆油条 这都改成吃牛奶面包 这可行不行 他说 但是问题是 这里一个思维方式里 有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啊 即便有人这么提 不会全国人民 都去改吃牛奶面包的 就说这是一个 你的假命题 你看现在很多人 所谓的很多忧虑 就说 这个年轻人 他胸无大志 他不去创业 让他当个科长 他都不肯当 他就肯当这个小科员 都这样的话就怎么办 你看逻辑上 关键就在这出现了问题 问题是多元化的社会 恐怕不会出现 就连咱说的佛系青年 马上就会说有道系 有儒系 有法系 他不会 就是你的这个幻想 就是等于啊 咱们还习惯于那种啊 大家还希望趋同啊 所以突然出现个芙蓉姐姐 或者出现个凤姐姐 哎呦 没见过 这好新鲜 所以才喜欢说 那实际上 你比如说 他们讲 有一个德国 中国孩子到德国上学 那中国孩子就说 我是最美的 那周围同学和老师都说 当然了 你当然是最美的 你知道吧 根本不会有人说笑话 或者有个小孩说 我想当总统 OK 所以你想当总统啊 这不会成为学校的笑话 这其实恰恰是反映了一个多元化 人们呢 视之如常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个小确信 实际上 是一个好的现象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不会全中国13亿多人 都会变得这样子 不用担心的 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啊 方方面面 会让有的人 不会这样子 打死他也不会 他想去做总统 所以用不着那么 放心 他做不了 能够 就是 实际上 要我看的话 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满足于这个 小确幸 如果他分的 真的是很透露 很喜欢 很享受这种境界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个性化的表现 对 而且 这样的人是这个境界是很高的 安平乐道也算 当我们说小确幸的时候 我们之前讨论过 别忘记中间有真的有年龄的问题 刚闻到说的春上春树 当他有这样感受的时候 别忘记 当他写说 你看这些人小确幸 我说我因为做不了什么 我做个Spaghetti 我很小确幸 别忘记他是什么年龄 他本身以前是参加安保运动 对 他是50后 然后记者 经历了种种的挫败的时候 对他来说 那个小确幸 当然就是要补足 他其他方面 没有办法做到的 当然往往我们 当我们说一个人小确幸 甚至说他没出时的时候 我总是想起邓老爷子 邓小平老爷子 那时候不是有一波出现的伤痕文学吗 所以以前多产这个那个 据说邓小平的回应是 评语是这样 这种东西 哭哭啼啼 没有出席 八个字 可是我觉得很有味道 哭哭啼啼 没有出席 我觉得汉子 硬汉 彪汉的人生 你讲的这还真的是 就是说吃过苦的那一代人 他好像是有一种狠劲 而且就所谓咱们讲这个强悍 人生的这种强悍 他们经常会觉得今天的小孩子是不是太敏感 太娇气 但是这个我觉得真是 这不正是咱们追求的吗 人生活好了 对吧 大家的心越来越敏感了 但是陈老师 我在请教您一个问题 反倒是呢 就我听很多经济学家关心这种问题 你比如说 甚至是欧洲的经济学家 我听说的不也是说吗 说现在这个欧洲经济低迷啊 包括咱要说改革 说现在要刺激消费啊 都这么没欲望了 不买东西 不花钱 咱这个怎么能刺激起消费 甚至不是原来咱听到的说法是 现在欧洲都得扒着中国市场 我们这都不花钱 这您觉得从经济上讲 这是怎么说呢 这可能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经济学家的 看待人的社会 这个视角太窄了 所以在中国当然 像我的很多的朋友都是 这个高高在上的 影响力很大 但是你在美国或者欧洲社会 并不是那么多的经济学家 总是社会啊 最流行 最那个知名的这些人 因为 其实这个道理蛮简单 因为很多的经济学家呢 知道用GDP等等的一些指标来 衡量社会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 实际上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呢 就经常忘记了 每一个人的追求 如果是多元化的话 那么进步和不进步的 那个定义和方式 都会很不一样 比如说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最佩服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比如说有一个英国人 叫James McDonald 这个名字听起来蛮普遍 但这个人不是那么典型的人 很古怪的 他原来是做头好 在伦敦 大概在82年 83年左右呢 他赚的钱可能也足够多了 就把这些都不做了 就是花了二十来年的时间 在欧洲不同的博物馆 去找到 从古希腊开始的 所有能够找到的 那个证据啊 资料啊 历史导案啊 就要写 要多写一本书 他后来写的一本书这么厚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他跟谁都基本上不来我 其实到现在也还是这样的 包括前不久 我还给他发了一封邀请函 想邀请他过来 到港大做一些讲座 你都没有理我 但是我蛮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他追求的东西啊 不管你们别的人是怎么看的 我就喜欢这个 还有一次呢 就是有一个大麦人 这个白人 这个有一次在洛杉矶 这个UCLA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关于中国五四前后的那些 方方面面的那些变化的研究 然后这个人让我很佩服的是什么呢 全世界就没有几个人研究了一个话题 他一辈子就在研究这个话题 就是五四运动前后 当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 有一次很大的 关于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 就自杀人的心理 和当时后来我根据他这个 做的那些研究 跟我们讲的 让我很佩服 后来再看了一下以后 哇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也有两派 有一派是比较典型的 自杀的人肯定是有病的 是吧 怎么可以选择自杀的 而另一派的话觉得 哇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哲学的自杀 因为你这个没有别的人 逼着他又没有逃战 他自愿的选择自杀 哇这是常人做不出来的 王国伟 就是王国伟的话 这个这个 所以所以后来我想 哇这个丹麦人 整个丹麦的社会 几百万人里面 可能没有任何人 对他做的这个事 感兴趣 更不会觉得他对GDP 有任何贡献 但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改变 我看他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哇他真的是很激动 很陶醉 很喜欢 哎呦 你 快乐 快乐